迈入春分,时序也来到了春天 不过三四月还是有些比较凉的时间 那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请记者邦彦来告诉大家 21日周一是春分,代表时序进入春天 不过三四月还是有比较凉的时间 周一风面接近,天气逐渐降温 伴随局部阵雨,周二风面带来明显雨势 东北季风也增强,气温明显下滑 将持续影响到周四 汽车民众记得添加衣物 花莲这一周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局部性的阵雨或是雷雨 有些地方可能还会听到打雷的声音 然后到25号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南风吹起来 温度会比较上升一点点 然后26号整个东北风又会下来 晚上的时候东北风大概就又下来 然后东北风下来封面影响整个封面会过去 然后27号也是同样的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22到23到24整个受到封面的影响 所以在座在花莲的某些地方局部地方 并不是说整个花莲都在下雨 所以局部地方可能会有一些短阵雨或是雷雨 那25号大概会温度就会开始上升 那26号我们刚才看到也是要到26号晚上 封面才会影响我们 所以26号白天温度也是相当好 天气温度蛮高的大概有到27度 然后27号又跟22号的天气大概蛮类似的 一直要到周五东北季风减弱 温度才会明显回升 不过到了周六又有封面接近 天气转趋不稳定 尤其周日雨势多 东北季风增强 建议民众穿上轻薄上衣、外套 随时应付温度变化快速的天气形态 记得蒋方烟华林区报导 每个个照份 你们看下期课 我们下期课 我们下期课 你们下期课 谢谢观看